Hello 我是Python目主老师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到的列表的方法是咱们的sort函数 这个是用于将咱们的列表进行排序 那排序的话呢 比如说现在准备了这样一个列表 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字符串的数据 那咱们在这个地方进行排序的话 A点上咱们的一个sort 并且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打印出来 下一行的话 我们print一下这个A 我们来看一下它所得到的一个排序的一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话呢 放大一些 咱们同学可以看到排序的结果是什么 是咱们的hello 后面跟上是hw以及python 还有咱们的word 那么乍眼一看的话 我们的一个排序的话 是不是根据咱们的一个字母 在我们的一个ABCDEFG26个字母的一个排序当中 我们的h的话是在咱们的w的这个前面的 也就是说咱们的话 h你看首字母 hello这个首字母的话是h hw的首字母也是h 然后是python 字母是p对不对 还有w 那么这个地方是首先根据咱们的首字母去进行一个字母的一个排序的 除此之外的话 如果首字母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这个hello跟hw 它的一个首字母都是h 那么我们再怎么样呢 是会去看到咱们的第二个字母的 相应的A就根据第二个字母去进行排序了 你比如说E跟这个w之间进行排序 那咱们的一个排序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排序了 OK 这是说到咱们相应的字符串 当然你现在看到的字符串这里面的话都是咱们的这个字母啊 如果说都是字母的话你根据这个字母排序好像没什么毛病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这里面的字母的话在掺杂着咱们的其他呢 你比方说老师在这个地方写一个我 OK 这个我的话我给它写到哪个位置 我给它写到中间的位置 你比如在这个地方 我写一个我啊 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排序结果 本身是咱们的hello 我word hw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运行的时候走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结果来放大 咱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字母 这个我这个字啊 它排到最后去了 这又是一个什么排序的规则 对不对 再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再去写一个 比如说呢 老师在这个地方跟上一个咱们的这个 这个还是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的话 我们不写别的字符串 我们里面写嘛 写数字 比如说写个数字1 看到没有 老师又运行一遍 咱们在这上看个结果 OK 你会发现这个数字1排哪去了 排到前面去了 OK 我们现在这个字符串的一个比对的话 还是根据咱们的这个字母吗 你比如说h啊 w啊 什么的我呀 能根据这个吗 好像不是了 咱们现在的话 这个要仔细去听了啊 如果说在一个列表当中 都是咱们的字符串 OK 我们进行一个排序的话 它根据什么 它根据的是咱们的一个ask码 OK 也就是会根据ask码的话呢 去进行一个排序 那这边这个ask码的话 又相应的是什么呢 咱们在这上说一下 这个ask码的话呢 是咱们的计算机当中 来 老师呢 这个去打开咱们的相应的这个科普 在这个地方 查询ask码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ask码的话呢 百度百科当中的一个科普 跟大家在这上去看到一下 它是什么东西啊 理解为中文名叫做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不好理解 类别是编码标准 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ask码 是一种编码标准 以及说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会有这个记录到128个字符 OK 这么说的话 根本能理解了啊 那老师通俗易懂的跟你们去讲一下 所谓的ask码 你可以想象是什么 我们去写的字符串里面 其实都是有挨个的这些字符的 你比如说我们有字母的字符 我们有中文的字符 可能有别的国家的字符 包括说我们还有数字的字符 标点符号的字符 这些都是字符 那么对应的这些字符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字符都会相应的 有这个对应的ask码 这么去讲的话 我们同学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字符 它对应的ask码是哪一个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到相应的工具 你比方说 在咱们的这个百度当中啊 你搜索一个 咱们的这个关键字叫查询ask码的值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工具包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猫的 这样的一个链接 你点击 点击进来之后的话呢 咱们在这个这样看到了吧 那你在这个小方框里面 我把这个稍微放大一点啊 让你们看得更仔细 小方框里面输入什么 你比如说老师在这输入一个我 你可可看到吗 这个我字对应的ask码是什么 25105 多大呀 25105 你再比如说老师输入一个1 ask码很小吧 49 对吧 你再看老师在这里输入一个p 那字母pask码是112 有没有看到 字母aask码97 那对应的 我们是不是对应的就知道了 相应的这个字符 它所对应的ask码是什么 对吧 那么再返回来 在我们的这个这个程序当中 那么当前的这个字符的话 大家知不知道 它对应的这个ask码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采用工具 然后呢可以明确的去知道 那么其实的话 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以为 这里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 这个字母的大小写去判断的吗 不是的 所以它本意的话 会转换成咱们的ask码 好不好 任何的一个字母 字符 它会对应的咱们相应的ask码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常见的ask码的一个大小规则的话 稍微有点印象 0到9是咱们的数字 然后是咱们的一个a到z的一个大写 然后的话是a到z的一个小写 对应的话呢 咱们的这个小写的话 对应的这个东西是最大的 然后的话是大写 然后是咱们的一个数字 那这些东西的话 都有相应的对应的 而我们的中国文字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ask码干嘛 更大了 特别特别大 对不对 刚好老师有跟大家去查询 这个我的ask码多少 两万五千这么多 所以说它的ask码非常大 那所以大家知道了 咱们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字符里面 放到里面怎么去排序 OK说到字符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 比方说老师在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相应的 我们可以写这个 写一个b吧 b等于咱们在这个地方里面写的纯数字 比如1逗号2逗号3 逗号4逗号5 比如说咱们逗号2逗号1 这么样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 咱们的一个排序 那么我们在这里记住了 我们写的是b 那么在这里换成b 那么在这里要再写个b OK我们来看一下 它排序的一个结果 来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的话 你看啊 针对数字的排序就清晰很多了 很简单 数字嘛对吧 就是比大小 那你112235 是不是就比了一个大小 OK 那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的话 我要强调一个点 各位同学 数字纯数字 字符串 纯字符串 那如果说数字里面的话 夹杂着咱们的字符串呢 你比如说 老师在这个地方写一个 我 他还能进行比对吗 注意看啊 老师去进行运行的时候 走 来我们在这 能不能看到爆红爆错的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意味着 你现在这里面的列表 有咱们数字 也有咱们的字符串 我比不了了 不好意思 我比不了了 我这个转换不了了 所以他给你爆错 所以说同学 我们在这个地方列表当中 你想要进行排序的时候 它是什么 同类型的数据 好不好理解 同类型的数据 才能够去进行相关的 这个排序啊 所以说是这个点了 那咱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知道我们相应的 这个排序了吧 那这个排序呢 你会发现 来 我在这里再运行一遍的时候 咱们这个排序是什么排序 是升序的排序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咱们112235是升序 那如果说 我在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 我不想升序 我想让它干嘛呢 我想让它这个降序排列 那怎么办 降序排列的话 我们同学在这个地方 老是写一下 比如说 B这样的一个数字的 一个列表 我现在要降序了 在这个sort里面的话 咱们写个东西 写什么呢 它有一个参数啊 咱们在这写下 参数叫reverse 等于 等于什么呢 咱们的话呢 之前学到的那个 布尔直 true true的话就是真的意思 OK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 有同学看到 老师这reverse 又是什么意思啊 还记不记得 这个reverse的话 是把当前的一个列表 进行翻转吧 还记得吧 我们之前有学过 这个reverse的这个方法吧 直接翻转 也就意味着啊 咱们在这里 B点sort 我们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一个升序 对不对 升序了完事之后的话 我们又在这个地方 给它干嘛 升序进行翻转 那升序进行翻转 是什么 就是降序了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咱们在这个地方 再运行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来 我们的运行结果 是不是就变成降序了 532211 那么意味着 我们在这里面 记住给一个参数的值 叫reverse 并且后面给一个 不二值是处 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真 好 这个地方是我们讲到的 我们同学讲到的 这个sort函数 咱们是用来进行 列表排序的 注意列表排序的话 第一个点 这里面的排序的话 要是什么 统一的数据 你比如说是字符串 那大家都是字符串 如果参查着 别的数据的话 我还能不能排 我排不了了嘛 不好意思是吧 以及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咱们进行排序的时候 如果说我是深序 完事我想变成降序 怎么办 在这里给个参数 叫reverse 然后呢 后面给个不二值 是cho 注意了啊 不二值书写的时候 第一个手字不是吗 是大写的 你写小写了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小写的话 它就是这个不对的了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咱们当前的这个书写 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讲到的 咱们的这个sort 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来讲一下 谢谢观看